县长许淑华前往草屯镇公所出席第一届 《施爱圆梦》任养奖助学金颁证活动 奖助学金颁证仪式由台湾师联合总会 创办人杨明洪理事长主持 现议员唐晓芬、草屯镇长 简井贤及来宾都出席官礼 杨理事长代表该会捐出任养奖助学金 由简镇长以及受证学校代表共同接受 仪式简单隆重 许县长说 感谢台湾师联合总会发起这项任养奖助学金活动 帮助张头两地128位学子 颁发奖助学金每人新台币12000元 帮助他们圆梦 许县长也指出 县府明年度也正式编列800万元学生出国学习奖助学金 补助学校带队代表南投出国比赛表演等等活动的经费 并将是实际需求滚动式检讨调整 相信在社会各界热心捐输以及县府挹注经费 积极推动各项创新教育政策下 南投教育力一定会不断提升 在南投县我们总共有83位的同学受惠 从高中国中一直到国小包括特教生 每一位同学都可以获得一万两千元的传爱金的补助 希望透过这样一个传爱计划 可以让我们这些经济上比较弱势的同学 也借由这奖助学金能够鼓励他们 未来在学习的路上可以大胆地去学习 非常感谢杨总会长带领所有我们台湾师的师友们 一起来做公益 那同时传爱到南投来 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个传爱计划 可以不断的延续下去 那南投县政府我们自己从明年度开始 正式编列有800万 那让所有的不管是在要出国来申请游学 交换学生的同学 若是同学一位可以申请到50万 包括团体去做任何的比赛的 不管是AI智慧的机器人的等等的 只要能够代表南投县出门的 那都是非常大的荣耀 那县政府这边都有资源来让他们申请 那随时呢我们会做这个检讨室的调整 如果有需要经费增加 我们会再继续来增加 透过政府我们工部门自己编列预算 也透过民间的力量再加进来 相信可以让我们南投县的孩子 能够更感受到在学习的路上 有更多人的支持 杨理事长表示台湾师以穷不能穷教育 苦不能苦孩子的怜悯胸怀援助青年学子 逐梦旧约 并秉持着取之社会回馈社会 将会费和捐款留在台湾 关怀弱势家庭以及培育优秀人才的理念 未来计划每年至少会办理一次 我们成立了一个台湾师资子的 师爱圆梦任养奖助学金 每位小朋友一年有一万额的 基本的那个奖助金 那我们在短短的一个月 做大家的热烈的响应 我们总共募到了一百三十一位的任养者 总金额一百五十三万六千块 在今天我们就要马上要把它颁付给 给所有的小朋友 那希望他们拿了这个奖助学金 能在学校里面好地用 用圆梦的心态 祝他们在学校里面 可以把它发挥到最大金的效能 草屯镇长简锦贤以及寿正学校 对于台湾师联合总会 汇集爱心捐书学生圆梦 纷纷表达感谢之意 我们很高兴 我们台湾师联合会 可以到我们首站 来到我们草屯定公司 当然他们付出的爱心 我相信今天就是要来做到奖助学金 让我们南道官 中华官 一些欲学清涵的这些学生 都来认良 让他们可以在学习路上 比较无忧 我相信教育一定要重视 教育 重视教育 阶级 阿败 阿卫团 真的整个社会扎根 这是最好的 台湾师这次办理的 圆梦的讲助计划 我们学校很荣幸 有三位小朋友可以得到这个讲助 那他们非常的开心 而且他们也有规划 好好的利用这笔奖学金 来做学习上的应用 我相信对他们都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 我也期许他们 接受这个奖学金之后 他们可以认真的在学校就读 那将来也做一个 对社会有帮助有贡献的人 许县长也在现场 洗手县府警察局 对参与的民众 进行在地化防诈骗宣导 许县长也感谢警方 透过防诈骗宣导 让民众更加了解诈骗手法 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记者蔡世奇 草屯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